割刀機進入稻田內緊急搶收 看著收成景象 農民的臉上卻滿是憂愁 一整片稻作全株枯萎 沒枯萎的也變成空包蛋 只剩下空殼而已 養分都已經被蟲吸收掉了 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就是因為稻田遭受稻菲石侵襲 這類害蟲會聚集在水稻根部 或中段吸取稻液 一區吸完換一區受害輕的基葉黃化 嚴重的全株枯萎 從翠綠變成一片褐色 也就是俗稱的失燒現象 出現重害地點就在台中物風 香米產區 尤其當地不少農田 採自然農法或有機耕種 損失更為慘重 可能跟這個小泉颱風有關係 這次我們中部是沒有風又沒有雨 它那個氣候比較悶熱 非吃蟲又喜要在這個悶熱的環境中 剛好倒稅又要成長了 所以正好是它的這個食物的來源 正豐富 配合農糧署來全力協助農民 然後輔導它做栽培管理 以及病種害的管理之外 本府在水稻的部分 也有辦理水稻綜合防治制裁的一個補助計劃 但其實不只台中物風 台中市農業局透露 包括彰化嘉義 台南台東都有零星稻妃市蟲害發生 地方明代也邀請農糧署等單位會看 要求啟動收購 並協助稻農盡速採收 將蟲害對稻作的傷害降到最低 此題新聞 張兩隻水利 台中報導